今天和大家介紹一套劇集 名字叫《最後的戰艦》由Michael Bay指導 從2014年上演 2011年完美結束 前後五季 好,我們去片 打季內肉講述Nayton James船長 收到一個命令要去立極救援一位靈科學家 成功救援了之後 想著可以回到陸地完成任務 意想不到的時又來了 政府發出一波密閒 告訴他 陸地已被不知名的 攻擊全球80%的人都被感染 以你的戰艦就是最後的方舟 如果你成功救援了女科學家 那它就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而我們現實生活中 在2019年的年尾 發生了一種武漢病毒 感染全球 那全球的經濟就崩潰了 人人都痛失家園 死傷無數 每個國家都關門大吉 互相指責 WHO的色情色收了人家的暗口費 助長病毒感染了全球 那收了誰的減口費呢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大家不妨看看這個圖片上的數據 可以看到病毒那個蔓延的方向 如果提前通知的話 病毒的何耐得逞呢 你做一下功課就知道了 那女科學家呢 就不負所託 成功研究了出 牛廟 同一時間呢 有些俄羅斯人呢 就知道有一件事 想捉走科學家 但是他們的詭計就不成功了 大二季講述成功 就把鬥廟帶回陸地 但是他們就想像不到 在陸地那裏有一群奸神在等著他們的 在陸地上 人民因為恐懼而失去理智 在這個時候 有些既得利益者 和一些宗教 又出來困咎人民 令他們盲目 去選擇一個扯線公仔 來做他們的所謂領袖 喂 更像拜登的 而看回我們 在2020年的時候 拜登和特朗普之間的選票 拜登就出貓 成功登上網位 不信 你自己看看 在這裏 在這裏 如果那部门清除了我们的超级组织,我们冲了 你自己的门啊! 这部门都关上我们,他们会发火! 先生,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门 哭,混蛋 之后,意想不到的就是 女科学家给一些宗教抗疫分子暗杀 例如,Tyrannus 进入大三季的内容是讲述中美之间的角力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现实中的中美贸易战呢? 女科学家救了很多人 但是北行被人暗杀 接着,美国将导庙发放给全球 接着,美国宣布免费派送导庙 给全国东南亚 在东南亚地区呢 有些红色力量 在这儿混水摩鱼 偷龙主动 把一些假的豆苗 贴上Made in USA 之后就派给连近地方 打构死了些人 当中,日本打到亡国 我希望这件事不是真的 就是电影桥段 之后,红色力量 不堪一击 而美国不影子政府在操控的总统 终于露面了 喂,更像希拉尼 你必须要打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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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我们现实版中的2021年 就有豆苗争败战了 而我们伟大的中国 都有出产豆苗的 很多假资讯都出来了 说打某一只豆苗 就会死人 或资讯感染 人民都在忧虑 打还是不打好呢 大四季 说到粮食危机 病毒就开始攻击 环境生态 目前我们的位置 就没看到这个迹象悉现 但是不担保 是不会发生的 那里面呢 那里面呢 就有讲述到 一个疯狂的国家 就想进行一个 基因改造食品工程 但是以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就有G.M.O.F. 大家就可以去做一下功课 看看 做得木链 这些人的世界 我们找到了 我们找他 找了 到过了 但你仍然能够 自己能够伴 你够伴奏 你够伴奏 仍然而是 不是想动 而是 每天 找到 Licht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哥伦比亚那边有些革命分子在南美洲取取政权 组织了一个哥伦比亚大帝国团阅整个拉丁美洲 返回阿美尼坚综合国 这场带有革命性的威胁性 威胁到很多个国家因为不得他们加入 一起发动政变 这次的政变对Natham James船长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和威胁尽管已耻 Natham James船长也不会低头 经过几个月之间的互相战争 Natham James船长得到胜利了 但是很不幸就是Natham James这一架战兰 就和敌人揽炒 结果就葬身深海了 如果大家对这个剧集有什么看法呢 请在下面留言 喜欢我们的电影片的话 就记得给个赞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有记得 和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的话 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好今天就这样 多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